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阿祖 我身边这盆三角梅啊 距离它上次花期开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有四个月了吧 三四个月了 一直不见开花长得也不好洗洗啦啦的 三角梅吹花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放脚肥啊 然后放黄豆水啊 磷酸二勤甲啊 就很多种吹花的方式 今天我想来个创新来个试验 我想放一下这种 给它放一下这个维生素功能饮料 看一下对它的催花效果 用它来养三角梅 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一些效果 这个之前也没有养 没有哪位养花的朋友试验过 我来试验一下 来看一下 现在打点清水 像这种功能饮料要是直接不对水倒进去 我估计 会伤 会损害太浓了 会损害那块三角梅 所以我选择 可以给它跟那个 嗯 好香啊 给它跟这个 清水一起混合来使用 这之前喝剩下的还有 应该是三分之一左右 好东西搅拌一下 好东西搅拌一下 搅拌好之后就可以用来浇 这些胶根 这个用维生素饮料来养三角梅 我也是第一次试验 希望能成功吧 因为做什么都要创新了嘛 这个也算是一种创新 加完之后把它搬到 一样是要搬到有光有光照的地方 拿到后面这里 真的都是放 残刺三角梅的地方 放在这里呀 这个三角梅呀 用维生素饮料来养 我也是第一次试验 朋友们先不要模仿 接下来我会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它的变化 如果确实它证实它能够养好三角梅的话 到时候我会记录一下 当次一个实验了 好了